HELLO 大家好 又歡迎回到我們的認真對決系列 我是任哥哥 今天我們來的比拚就是我們機車族的必備神器 不管你是有外送需求 又或者是騎車看導航的需求 你一定都會加裝的手機價 但是目前手機價在市面上 臨滿總路五花八門的款式特別多 我們今天挑選了幾款比較火紅的款式 來跟各位做介紹 讓你知道說你究竟適合哪一款手機價 那也別忘了有喜歡我們影片的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就讓我們的主角來登場 說到了主角 第一個就是我 任哥哥 接下來我要來為大家示範 如何在一秒內拿出三款手機價 看到沒?快如閃電 連你阿嬤眼鏡都還沒戴起來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分別要來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分別是我們的黑準手機架 還有我們的主皮手機架 跟我們的龜殼王手機架 那我們現在就快速的來帶大家介紹一輪 那我們今天先來介紹我們的黑準手機架 他鎖附的方式跟他的選擇 只有多可以來形容 像他鎖附的方式就有分兩種 一種是夾式的 跟另外一種是我們所附後視鏡的版本 如果你會有常常拆裝的需求 又或者是在不同棒棒之間移動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你選夾式的 因為他的拆裝會比較方便 那你如果會是在固定在同一台車上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你選鎖附後視鏡版本的 當然他的價格也是會相對的比較便宜 所以在購買之前呢 你一定要先決定好 你想要鎖在什麼地方才不會買錯囉 再來呢我們就是要介紹我們手機座的部分 那我們的黑准手機架呢是採用快裝快拆型的 他安裝只要一秒鐘 那他後面有一個鎖定按鈕 要記得把它扣上去 那他這樣子才不容易產生晃動 那另外呢還有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一個二代的簡證版本 蛤!你說! 手機為什麼要防震! 我告訴你 難道你不知道手機在長時間的晃動下 很容易對他內部的零件 又或者是鏡頭很容易造成傷害嗎 這就像是你對著人一直搖一直搖一直搖 難道你不會把它搖成怕帶嗎 是不是? 所以我強烈建議你如果預算夠的話呢 可以植上我們二代的防震板 他就像是幫你的手機架裝上了避震器一樣 當然你如果不常使用手機 又或者是預算比較有限的話呢 其實一般版本上面也會附我們的 減震泡棉 他多少也是可以吸收我們手機的晃動的 慢著 請容許我再介紹黑准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我們黑准的防盜版本 一旦你鎖緊之後呢 你沒有使用特殊工具 你是沒有辦法打開它的 雖然說使用黑准的人很多 但是有誰又會隨身攜帶的工具呢? 就像我是不會隨身攜帶的 好 我們剛剛花太多時間在介紹我們的黑准手機架了 那畢竟你也知道它的種類實在太多了 如果說影片我們隨便拍一拍呢 那就失去拍影片的一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介紹我們下一款的手機架 就是我們5P的手機架 這一款呢是堪稱 超高CP值 價格親民 定值又好的一款手機架 它的鎖付方式呢 只有一種 就是鎖在我們後視鏡上面的 但是機動性上面呢 可能就輸給我們黑准一點 那它的左右調整的間距 比較麻煩一點 它是必須要靠 十字起子來做調整 所以會建議第一次調整 要把它調整好 這樣子放下去才不會左右移動 那它如果調整好安裝的話呢 也可以說是一秒鐘就可以安裝囉 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好 好 那再來呢 它其實也是有分 一般版跟減證版的喔 下面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減證塊 而且它的減證效果 其實也是非常的強 重點是呢 它跟一般版的價差不大 所以我會建議 你要買5P手機架呢 就只是上減證版就可以了 原因呢 剛剛有提醒大家過 畢竟維修手機的錢 可能可以買很多支的手機架喔 好 遮陽其實是有必要性的 這款手機架呢 它在手機架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5P有大同小異 所以安裝上也是非常容易 只要把我們左右的間距調好 外型也比較簡單地弱 雖然說呢 它的價位比較高了一些 那如果說像我們的5P手機架 雖然說它超高CP值 價格又親民 但是它相對的選擇性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麼豐富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龜殼王手機架 它的最大賣點就來自於它的遮陽的功能 對於外送族來說 其實是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 當然也是要看大家的預算 及使用的時機點來做選擇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這三款手機架的差異呢 也可以來到我們玩天動人的門市 我們現場都有展示品來讓大家參考 當然如果想知道其他款式 我們現場也有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一樣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做留言的動作 又或者是來到我們玩天動人的門市 我們都有專能替您解說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